嗯啊啊啊啊几点钟 8点40 哇靠 有一个人叫我去做日节 有一个老板叫我去做日节9点半 起床了起床了 收下东西 我去 你你这边还认识其他人吗 帮忙叫我一下 我我暂时不认识其他人了 我就一个人住在这里 其他人都有正经工作 好吧好吧 出门了 吃个早餐 我拿个三块的那个产粉 日节的我住的地方非常的近 我只要一直走走到那个那个房子很高的那个地方就是了 产粉是干的 你需要把这个汤倒到里面去 哇好烫啊 然后再给他拌一拌 三块钱的产粉还可以吧 我能给8点8分 今天早上我干脆请这个老板联系我了 可能是今天有客户要来公司 马上快9点半要上班了 你们可能发现今天的镜头比较多 这是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充裕 像以往平常我就是能拍到什么画面就用什么画面吗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陡 我反正是能录到什么就用什么吧 上班去了 今天又是非常奥利给的一天 今天来的比较早 这个位置没能站被我站了 还有多一个显示器 来的比我还早的可能就是他们的正式员工吧 你们看一下我的电脑用户名叫什么 头像也是一匹马 哇又有人订阅我了 感谢我的一千个粉丝 还没订阅我的赶快订阅我吧 刚才来了一个客户到里面开会去了 刚才那个过来公司谈项目的人出来了 然后这个公司的老板就介绍了一下 你是干啥的 你是干啥的 比如说 比如说你是什么工程师 你是什么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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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说一个项目需要配置这么多人员 如果如果你有这么多工程师的话 他就尽量的可以把这个项目的价格 可以开高一点 这个工资应该挺高的 一天不少350 我觉得 现在已经12点40了 客户已经走了 其他日节已经干到这个时候已经下班了 我假装不知道看能不能干到六点钟啊 多赚拿个几十块钱 刚才表达有点错误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假装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 他如果没有通知我几点下班 我默认他就是干到六点钟下班 嗯 现在走路回去吃个饭再过来上班 今天中午正好回去拿一下那种鞋子 回来已经12点40了 煮个小泡面吃吧 昨天晚上两点多钟才睡觉 午休了 两点钟了又回来搬砖了 正好可以搓控 把我以前拍摄的视频素材整理一下 顺便剪辑一下 其他日节好像都走了 就我一个日节坚持到了最后了 我这是不是点皮太厚了 下班了下班了 失业三年的我对放假都没什么概念了 是不是今天下班之后就可以连续 休五天放那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假期啊 台湾和香港你们劳动节是放几天假 反正我是没有假期了 小吃一条街啊 各种小吃 就是热量太高了 买了一根小烤肠 三块钱的烤肠 四块钱的菠萝 哇很焦 今天日节收入一百元 马上就要五月了 我觉得今年实现存两万块钱应该不是问题 加油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拜拜